自责不能够带来改变 首先我们要知道 所有的改变的步骤是什么 我们过去很多人有拖延症 或者有焦虑症有强迫症 我们改变不了 原因是我们改变的方法错了 我们改变的方法叫做 自责自责自责 不断的自责的结果是不改变 因为你在自责的过程当中 已经把能量消耗殆尽 自责的时候已经没劲了 而且自责的过程当中 你的自尊水平在不断的下降 我没用 我是废物 我是个笨蛋 你的自尊水平不断的下降 你就没有自律性 所以当你自责完了一圈以后 你接着拖延 然后接着看电视 反正我就这样了 因为自责不能够带来改变